在所有家庭主婦的印象当中 要拿菜场去买鱼 一定是找了一个鱼饭 然后呢 在那个水里头 看哪一个鱼最活泼 我要它 然后呢抓起来 现宰现杀 但是很多鱼 未必都在你的面前 现宰现杀 这个时候啊 冷冻的鱼 反而比碳 躺在摊子上的鱼来得更好 政府啊 最近这些年 大力地在推广整个养殖技术 同时节切技术 同时贩卖技术 让这些鱼 在合法合格的工厂当中 一条一条处理完了以后 用的还是逆渗透水 处理好 放在袋子里面 这个时候回家 洗都不用洗 直接打开包装下锅 今天我们就用台湾 大宗出口的 鲦鱼肉 用鲦鱼肉 来做一个焗烤的料理 制作这道生煎煮烤鲦鱼 所需要的食材 有鲦鱼400公克 洋葱1个 杏鲍菇1汁 蒜头4个 起司200公克 葱1根 调味料则有酱油1小匙 黑胡椒粉1小匙 罗师傅 小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鲦鱼肉 现在算是台湾 经常到处都可以买到的一种鱼肉 对 它是一个 冷冻非常好去做烹调的一道鱼肉片 那其实在日本 它也就是销售量也蛮高的 是 那其实它为什么叫台湾鲦 其实它吃起来跟我们讲说 那个鲦鱼的鱼肉 是相等的 可是我们是用五锅鱼 下去把它杀出来的 就是啊 对啊 可是我们如果在外面买五锅鱼 说不定还会吃到有土腥味 可是这个 这个不会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鲦鱼肉上 都吃到土腥味 其实不会 它在养殖当中 还有在它处理的时候 它有一个就是技术 所以它本身会经过很多的层次的 一些的我们讲的 在做加工的时候 它会做一些 我们把它的那个味道整个把它去掉 所以在吃的时候 它其实跟一般海鱼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甜 是 那其实它一般我们在看鱼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说 我们看到这个鱼 如果它的颜色越鲜红的话 它有经过臭氧 所以其实老实讲 你说如果所有的鱼肉都是像这样子白白的 对 这是一种方式 对 可是呢 它都是鲜红这样子的颜色 又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对 它就经过臭氧之后 它的颜色会整个会很好看 可是你实际上你要挑到真正没有经过 我们讲特殊的 就是要让它品质保证的 你要看它就是这种颜色 有一点点暗色的这样子才是真的 对 不要太过于鲜红 不能鲜红 你如果每一个都是这么红 对没有 然后呢 都一致 那么肯定它是有特别用药水处理过 对 但是呢 它如果有深有浅 有的有 有的没有 对 这就是自然的现象 这就是现砂马上冷冻的 对 好 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老实讲 这个鱼片大部分大家都用煎的 是 要不然就是烧的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焗烤的 用锅子下去焗烤 好 那很简单来 我们炒一个就是蔬菜垫底 嗯 我们先把我们的洋葱 对 在这个焗烤的过程当中啊 有的时候是用那个洋葱 水分多 对 有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青椒红椒 它本身那个凹凹凸凸也有间隔 可以让它不接触锅底 对 其实我们教大家的时候 就是你在取菜的时候要方便 你买到这个钓鱼片方便的时候 你加的一些的我们讲副材料 不要太复杂 没错 就是有时候加的一些东西 你可能是买不到的 我相信洋葱跟杏鲍菇是很好买的 没错 然后我们拿到蒜头的时候 我们把它切成片 切片的话你就把它切成薄一点 小薄片 对 小薄片 我们等一下要稍微轻炒 炒给它酥 是 炒酥的时候我们要放在鱼片上面的 好 这个只要简单 把它切成片就可以了 是 那你就这样子切 那你不会切怎么办 就把它切末就可以了 我看你今天切得好像比较慎重 非常慎重 是不是 因为拿到新刀会有一点危险 别…别担心… 新生日蓬 新刀 对 就等你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谨慎一点 慢慢切就好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葱呢 一只我们就把它切成丝 好 葱丝 对 你就把这个有没有白色的地方把它片开 对… 先用横刀片开 横刀片开 然后这边呢就是慢慢地把它切成丝 是… 然后泡一点水 让它有一点点卷 对 泡水之后它的那个腥味不见 就是我们讲葱腥味不见 会变成甜 然后绿色的这个地方就不用了 绿色的地方压一下就慢慢切 那重点其实你在家里 没办法像师傅切成这样子 那其实很简单的方式 你就把它切成葱花 配一下颜色就可以了 是… 那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加上一点点的橄榄柚 好 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蒜头片把它炒一下 那其实你找到一个好的过去的话 你就很简单地去做一个烹调 一点点的油下去 好 让它有一点点热度了之后 来 稍微搅拌一下之后 好 反正你的蒜片量也不多 也不多 就集中在那个有油的地方 对… 对… 藉由油的带动 对不对 就可以处理了 对 那这用小火慢慢地把它变一下 因为它有一点时间 然后这个我们切点一片 来 这边把它切开 顺着它的那个中间的缝 切开 然后这边比较薄的 厚的地方你稍微切一下 切成几片这样子 来 这个也是一样 这样就切好了 对 这样就好了 我们等一下就是一片 大鱼块啊 大鱼块… 等下你再吃的时候 一切开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好 然后这比较厚的地方 你就把它切成这样子 是 一片一片的这样子 等一下下去起烤比较好看 真的吗 对 你不是用切成薄片啊 或者是切成这样子 不用…就这样子就好了 一般我们讲鲦鱼片的话 你在切的时候啊 要注意它的纹路 你如果纹路不对的话 切下去它整个会怎样 煎下去会散掉 刷眼吧 对…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大块的话最不容易散 对 大块也相对这个 比较安全 对 好 那我们这个来慢慢地去把它 蒜头片稍微把它炒香 嗯哼 你不断要去搅拌它 如果你不搅拌它的话 它很容易就焦掉了 嗯哼 哇 它的糖分已经黏筷子了 对… 糖分黏筷子的时候啊 你就要注意了喔 为什么 它已经开始… 变色了 对 变色了 你不能炒到全部都焦掉 嗯 全部焦掉的话 它可能会苦掉 都来不及啊 对 就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我们捞起来 放在那个细油纸上面 嗯哼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吃牛排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子煎一煎 也可以这样子炒 哦 对… 好 刚才焦哥一直在提醒大家 等你的筷子有一点点黏的时候 是 就表示这个蒜头片 OK啦 对 没错 我们剩下的这个蒜头油 就直接 这个鱼片也不用沾粉 也不用腌 不用… 也不用像西式一样 撒一点点盐 或者是这个… 不用… 不用… 但是喔 它真的喔 有厚有薄耶 对… 所以你在煎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炒过的 那个蒜头的香气也带一点 对 对 你现在是蒜油嘛 对… 对… 所以一起下去煎的话 这个鱼片就会很香很好吃 那你在煎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的鱼肉啊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白色了 它下半段 对… 接触到锅底的那个地方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变色了 对… 那你稍微要摇一下 摇的原因就是让油脂 让它分布平均 在里面到处跑来跑去 对…分布平均 是 那因为我们是 有一些些半冷冻下去煎 所以你就是用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 剥盖 稍微盖一下 先煎一分钟 是 然后之后呢 这样子喔 热循环的效果 底下接触锅底的 有热了 对 但是上面呢 藉由热蒸气 也能够打到熟 没错…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要让它有一点点 闷烧的那种效果 那我们其实这样子煎的时候 你不能煎太久 差不多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你会看到蒸气跑出来 那蒸气跑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要翻面 所以你有时候盖上锅盖 这边有气孔 它会跑出来 那如果你盖上锅盖 没有气孔的怎么办 你看旁边 会有蒸气跑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锅盖就可以拿 是… 如果里面只有那个鱼 只有油 原始上不会有蒸气 但是呢 它如果熟到一定的程度 它的那个水分释放出来 这就是蒸气才会开始产生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翻面 要不要 它就一片一片的 很完整 翻的时候还要小心一点 要要要小心一点 否则的话很容易 它那个鱼肉组织就散掉了 你就要用全息病了 翻过来之后你会看到 哇 这个真的 不错… 赞 乔哥 有没有闻到 那个海的味道 这是钓鱼片 可是它是海水养殖的 我还没跑到海边 我就只闻到鱼的味道 可是真的它这个钓鱼片 非常特别的就是 它用海水养殖 那海水养殖 它本身起来的那个肉质 它有一点点的海的那个香味 我们就是自然的奋斗分 你可以闻出来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池塘里面 那淡水去养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土腥味 对… 对… 因为海水这样子浸出浸出 调节那个水量 对… 所以它这个会不会有土味 应该没有 因为我都没有吃过 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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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把它关火 关火的原因就是要让它… 我们刚才不是有在煎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水分 是… 那我们现在关火焖 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 这个技巧性就是让鱼肉 它本身自然熟化 那如果你继续煎的话 第一个 鱼肉会老化 一直煎 一直加热 对… 它就会老 对… 但是呢 让它那个热气闷在里面 闷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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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个热穿透到中心点 对…它会软化 所以它整个的口感吃起来 就不会色掉 就嫩 那鱼鱼片 其实它在烹调的当中 最怕的就是煮到那边哪 色掉 所以你在煮的时间 一定要控制 煎一分钟 盖骨盖煎一分钟 翻过来再盖骨盖一分钟 焖个两分钟 四分钟鱼鱼片已经熟了 了解了 所以你用这样子焖的方式 你的鱼肉在吃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滑口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再硬煎的话 煎到最后会硬掉 那有一个方式就是 加上盐巴下去煎 第一个 除非你是要用胶原的 你加上盐巴下去煎的时候 是OK的 因为你煎好之后 马上熟 马上吃 可是你要在焗烤的时候 你加上盐巴下去煎 就色掉就不好吃 所以这时候你在焖的时候 两分钟怎么看 看这个蒸汽 蒸汽会慢慢从大到小 对… 本来还是一直往外喷 现在已经慢慢缓了 往外冒了 对… 有时候你会看到锅面 有的透明的 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蒸汽 蒸汽如果它产生 就是我们讲 刚开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大的 一个水珠出来 是… 然后再过来就是会很多的 水珠出来的时候 霧气出来的时候 到时候你那个水珠会产生 放热镜就流了 这表示这个已经好 OK 对… 好 来 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打开 蒸汽就好了 还是很大的蒸汽 对 因为它其实里面啊 这个时候就要完全开大火了 现在要熟透了对不对 对 它其实现在已经熟透了 底下就是我们讲的鱼汤 都全部在里面 是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就要把它煎 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OK 那煎到两面金黄就是要收它的口 对 你稍微抖一下之后 让它有稍微 锅面接触一下 是… 好 刚开始我们在煮的时候 有点白色 现在反正全部的油脂了 这个之后就可以翻面 好 慢慢翻 现在也要小心 要小心… 像你这个这么薄的 在翻的时候它会容易散掉 对… 有讲过 其实你看 这起来是鱼的 这边故意做一个错误示范 对 然后这个时候有没有 这边 聪明了 就开始 来 翻过来 是吗 何必硬要用筷子做一点 对不对 筷子是在大的时候就可以用 像这个这么薄的 哇 连手都上来了 对 要小心 好 有没有 煎好了 来 倒过来 好 哇 是 来 这个时候 好 这样来啊 鱼已经熟了 对 我们来就要来进行做这个 焗烤的动作 对 一般的总以为 焗烤的时候 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 烤箱才能够焗 或者一定要有一个 焗烤的中啊 焗烤的碗 没有 今天我们就直接用 家里面的这一个 平底锅 来进行焗的动作 对 那我先把这个 剩下的这个油啊 跟所有的那个 锅子洗一下 对 锅子稍微炒一下 让这个洋葱啊 还有我们的杏鲍菇啊 很香气 是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简单的 用一点点的酱油 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那 因为它这个我们没有放味道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 对 稍微淋一下一点点的酱油 在上面 其实你可以在锅子 稍微呛一下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加上 一点点的水 好 稍微炒一下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炒一下就可以了 一点点的水 对 我们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讲有菜底 在吃这个的时候就比较 因为焗烤它 毕竟油脂会比较多 嗯 那吃起来的话 会有一点点油腻性 来一点点的酱油 出锅 嗯 稍微把它炒香 嗯 洋葱不要炒太早 它吃起来就有一点点 脆脆的最好吃 一点点的黑胡椒 好 少许的糖 不要太多 一点点起锅再加就好 加一点点糖 嗯哼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成品盘 这个把 这个蔬菜把它垫底一下 你还没焗呢 对 你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这个先盛起来 铺排成一个造型 对 让它先垫底 对 好 萧哥给我一点点的水 水 它本身炒过酱油了 你在做焗烤的时候 它很容易变黑 是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加上 一点点的水下去 嗯 稍微晃一下 是 那我们把它倒掉 里面呢 稍微简单地把它擦一下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 开始做焗烤了 那焗烤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 起司丝 对 把它摆平 嗯 嗯 然后之后就把我们的鱼片 嗯 放进来 把鱼片啊 摆在 融化的 起司丝上头 对 这个时候啊 你炖得要快一点啊 不能够慢慢来啊 否则这个起司 融得蛮快的哦 对 所以你就把它关小火就可以了 好 全部把它挤在里面 好 用这样的方式做焗烤 其实会比一般的烤箱烤起来的 起司会 对 比较香 因为它锅是直接接触到起司 对 直火加热 对 会比较好 嗯 好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旁边 它会慢慢变成金黄色 是 我们现在全部都化掉了 对 现在全部都化掉了 然后呢 最靠外围的地方 就会渐渐渐渐的颜色 开始变深 变褐色 对 这时候就是要开始准备翻面 还要翻面啊 对 所以你是要抛锅咯 没有没有 不抛啊 不抛不抛 好 我们就一块一块翻就好了 好 现在要关火了 是 这个把它切开 嗯 把它分成一份一份的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一块 它这个表面金黄的这个效果 好像是那个焗烤牡蛎 焗烤龙虾一样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又要拿到鱼肉 要拿到鱼肉 又要拿到底下的起司 对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的话 一回生二回熟 经常做的话 就比较熟 其实你可以整片起锅啦 那因为我们要摆盘 所以让它这样子一片一片上来 OK 对对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一个剪刀 把它稍微剪一下 你还是怕这样倒不出来对不对 没有 可以啊 就不能吃的好吃 就一块一块的要吗 你看这个起司有多香 是 我们就稍微剪一下 让它有一块一块的 因为这个非常黏 所以你在 在拿的时候要 要小心 对 千万不要这样子沾到自己手上 沾到哪里 否则甩都甩不掉 对对对 就会烫伤了 对对对 烤起来非常香 嗯哼 这个蒜头片下去 然后黑胡椒 再撒下去 然后我们刚才 葱丝 葱丝 甩掉水分 因为它有一点点的热气 是 我们的黑胡椒一撒下去的时候 它的香味就 就上来了 对 这稍微把它 甩干一点 甩干一点 然后把它放在中间 很简单的 这样焗烤就完成了 哇 简单吧 平淡无奇的鱛鱼片 竟然可以焗烤成这个样子 上桌 生煎焗鱿鱼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洋葱切成丝 蒜头切成蒜片 葱切成葱丝之后 泡入冷水当中 鱿鱼切成大片状备用 接着起锅热油 放入蒜片炒至外表金黄之后 盛出来备用 我们利用圆锅当中的鱼油 放入鱿鱼片 盖上锅盖煎至蒸汽冒出来 熄火之后继续焖三分钟 翻面之后再开火 煎至外表呈现金黄色之后 盛出来备用 接着利用圆锅当中的鱼油 放入洋葱丝 以及杏鲍菇炒香 放入水 酱油 黑胡椒粉 还有糖 拌炒到入味之后 起锅盛盘铺底备用 然后再另外起一锅 放入起司铺平 煎到融化并且呈现金黄色 放入鱿鱼片煎香之后起锅 排在洋葱杏鲍菇的上头 再撒上蒜片 黑胡椒粉以及葱丝 就可以完成今天这一道 身煎焗鱿鱼 这个起司不烧焦 它从那个淡黄色 到这样的那种金黄色 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对 没错 对不对 只是产生香气的多少而已 对 可是你如果 如果让它整个这个焦味 产生黑色的 它其实它那个焦味 就整个都出来了 对 一焦 一黑了就苦了 对 一黑就苦了 可是用锅子煎 最好判断的就是 它的那个时间 如果你下去烤的话 就是差不多三分钟就OK了 好 你看我现在拿了断了 我就把这个鱼肉放上来 你看这个鱼肉上头 是不是还是那种湿湿亮亮的 对 有没有 它湿湿亮亮的 你把身体里面的水分 完全都在里面 都在 都在 最主要你咬下去的时候 我们没有放很多的盐巴 它会有自然的那种咸味出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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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鱼鱼 如果你用煎久了 它会变色 对不对 你吃看看这个鱼鱼 它是软的 对 它是香的 它是好吃的 对 所以跟一般的鱼类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只要 看我们的节目 就很轻松的 能够做出这么高档的鱼片了 可是又简单做 嗯 我现在呢 就透过镜头 跟我节目的导播 空中对话 嗯 我们节目的导播 本身也喜欢做料理 对 所以他看到节目上呢 有一些老师啊 师傅做的东西 嗯 有兴趣 可以去家里面还原 对 他就会来多问两句 嗯 我相信啊 我们的导播一定有用过 鱼鱼片在家里面做菜 对 但是 我猜导播 你做完的鱼鱼片 不会有这个好吃 当然 从我现在 吃完了以后喊咖 到你上来吃 可能会花段时间 我不骗你 你可以 不要碰上头的起司 像我这样子 单拿中间一块鱼肉 你去吃它 你会发现 它变得好湿润好嫩 对 然后呢 就跟洛师傅讲的 微微的咸味 正好带出里头的甜 对 它只要四分钟 真的鱼片就可以熟 我学会一招了 就是下次啊 再去处理 这个鱼鱼肉的时候 不要直接加热 硬把它弄到熟 不行 就是 煎出表面的效果之后 对 藉由热循环 闷两分钟就好 让它闷熟 对 没错 其实你这样子炒过的 我们知道洋葱 它有一点点脆度跟甜度出来 然后加上一点点酱油 它可以提它的香味 他们西式都是用盐巴去提香味 其实用酱油会更香 了解 希望说得点 他把今天洛师傅示范之后 下次再做 记得 不要硬着来 对 用一点巧劲 食物会变得更好吃 没错 接着这个食物 谢谢 谢谢教科 谢谢 再一次 感谢观看